我们的片名叫做黄金澎湃甜心头 完满安康其复果 藉由创新的丸果推广迷食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丸果以及品尝创新的产品 并突破人们心中传统丸果的形象 下图为同学阿嬷在市场贩售丸果的示意图 由于叫属于古早味且聚米香 过没多久就销售一空 透过研究动机 我们有了四个研究的目的 我们比较个体文果的差异并记录统证资料 我们挑选了三种教具代表性的创意文果 我们将包装设计成用来祭拜神明 寓意一生平安 生意兴隆 我们的研究步骤分别是 文果试吃 研究实作 校内试卖 校外贩售 然后整理资料汇整结论 我们选择了五家教肇品的店面进行试吃 这是我们的试吃结果 以下是我们的实作产品 校内语文会贩售的教室预购 以三种产品销售为主 学生限购 以两种产品销售为主 以下是我们贩售的产品 我们透过校外小农市集进行贩售 我们有去校外小农市集贩售产品 我们针对新产品做SWAT分析 以下是我们分析的几点内容 我们针对新产品做行销STEP策略 市场区隔 以年龄消费动机和购买时机作为区隔变数 目标市场 以年轻有余 长新的年轻族群 极有祭祀需求的族群为主 市场地位 创新风味 包装精致 新满一组 前程圆满 对比传统口味的丸果 我们所研发出的新口味丸果配料更为丰富 具备了向上延伸的价值 也增加了丸果的蔬菜营养 让丸果不仅增加了色彩丰富度的同时 也提升了丸果真体的美关性 我们在研发新口味丸果里 新增了市场较少见的甜口丸果 在消费者品尝鲜口丸果的同时 也增加了甜品的选择 以下是我们对于年轻消费族群接受度进行的统整 以下是我们统整出来的年轻消费族群的接受度 红金丸果 大吉大利 招财劲宝 裁员广进 澎湃丸果 年年丰收 平安福气 攘攘满家 玉香甜丸果 满口香甜 豪言豪语 广结善缘 以下是我们新满意足包装的接受度 对于现代的饮食文化来说 大部分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精致美观的美食 我们掌握了这个消费市场 并将研发的新产品丸果 加上清爽小菜与汤品甜口丸果做搭配 加上木质托盘和装饰物 制作出独一无二的丸果套餐 不仅是增添了丸果的多样化 更多的是对于亡果市场的创意 以下是我们短期努力的方向 黄金澎湃甜心头 完满安康其富贵 祝你圆满富贵 平安健康 质量 质量